我也很希望很多四期的病友們 不要放棄 因為我覺得我都可以走過來了 然後你們一定也可以 朱星儀抗愛成功 累撒記者會重建乳房 公開泳裝美照 愛在什麼 青青 不要埋著走 好了好了 37歲朱星儀前陣子抗愛成功 也發行了人生第一本散文作品 老公為私立除了獻花祝福 驚喜VCR也熱哭了朱星儀 我也很希望很多四期的病友們 不要放棄 因為我覺得我都可以走過來了 然後你們一定也可以 朱星儀生病也讓我流了不少眼淚 所以我今天算是有成功的復仇成功 從去年1月開始治療乳癌 朱星儀經歷6次化療 17小時右胸切除手術 12次標靶藥物 8月進行乳房重建手術 就完成治療 但是期間的副作用讓她一度想放棄 我就跟她說我不玩了 我說我要放棄了 結果她就剛好在外面應酬 她就說你等我 你不要動 你等我 你不要動 然後跑回來 然後就跟我小以大意 慢慢的跟我講了很久 你不要怕 你怎麼樣我都會陪在你身邊 所以我覺得 宣老公還是蠻重要的 就是感情有越來越濃的嗎 她在看著我有 我五月的時候有悔症 醫生就說 這半年才最終一次 當自己是個正常人 就去生活 就開心 我說那有沒有不能吃什麼 那不要吃虧 其實我那時候選擇要做YouTube公開 生命內容 也是因為怕媒體私下拍到我光頭的照片 然後可能就下很狠的標啊 什麼很狼狽的女星啊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就很擔心 算了還是自己講出來比較衝擊沒那麼大啦 你打到兩三次的時候 你的意志會打狂 很多乳癌患者打的那個藥 會腹泻 可是我是便祕 而且我是嚴重便祕 嚴重到你 打完藥那一個禮拜回來 每一次上廁所都是整缸血 所以你就會很害怕你坐在馬桶上 因為你擔心你只要一用力 就是整缸血 然後重點是便祕的時候又長氣 你真的很像那個肚子的懷胎 大概十月九月那種大 但是你睡不著 因為你躺下去就骨的跟一個山一樣 然後我手指甲一直斷一直斷 腳全部都變黑了 然後手也是關節都變黑了 我吃到肉全部都是苦味 欸肉欸 我那天咬了一口就把它放在旁邊 我就哭了起來 可是就是經過那幾次化粒撐下來之後 我就覺得我一定可以 我那個時候的興趣 真的就只有買很多頂個假髮 然後在家裡 然後所以我老公就帶假髮跟我玩 就是男扮女裝啊 然後就做一些搞笑的事情 取悅我 然後現在就真的會有些拜託 但我覺得我也很敢了啦 畢竟就長得蠻貓咪 其實還打薄的過來呢 我就是去度假也都很有自信穿泳裝 編輯泳拍很多很正的照片 自己覺得很正 從見過後我們還是可以做過美好人生 不是我把這個事情講得很元旦風輕 而是我希望我都可以過來 你們絕對也可以 然後一定要正規治療 不要走偏方 沒有邀請人 我再瘦一點一定會拍的 再瘦一點希望有人來邀請我